你这是怎么了 又不是见不着了 阿姨和亮亮不马上回来了吗 就是啊 妈又不是不回来的 整个跟生理似别似的 妈做这一段 好好跟心脑相处啊 好好照顾啊 别整你那小脾气啊 好 阿姨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好 谢谢啊 妈 我们会等你回来 好 放心吧 啊 阿姨 时间差差不多了 赶紧上车吧 哎 那我们走了啊 再见 再见 拜拜 哎 拜拜 再见 哎 再见 再见啊 你们回去吧 好好玩吧 放心吧啊 上车喽 上车喽 来 来 你慢点 我呢 哎 哎 拜拜 拜拜 哥 我送完他们 一会儿回来骚扰你 去 嗯 快走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不就是送个刑吗 至于吗 啊 你不会是太想跟我结婚了 激动的控制不了了吧 其实我一直没有跟你解释 我之前之所以那样跟我妈说 是想让我妈能够安心地去旅行 我 我 并没有那个意思 你不要误会好吗 我 我 我明白的 那 你的目的也达到了 咱们还是慢慢来吧 喂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这些天我已经很认真地想过了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你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打算跟我在一起了 对 对不起 我还有别的事要忙 我先走了 哎 不打算 爸 很久都没这样好好跟你说说话了 我终于遇到一个 对我很好的男人 他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也很喜欢他 可是我不能跟他在一起 我不能害他 爸 我现在终于能体会 当年你离开我跟妈妈的感受了 那个时候你可以把爸交给我 让我照顾 可是我现在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我该让谁照顾我妈呀 她现在年纪那么大 爸 我求求你 能不能保佑保佑我 多给我一些时间 爸 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我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爸 爸 对不起 我还想活下去 西东哥 这是项目国刚刚做好的 忽略地产的招标试用 你看一下 这一份是清风对手的详细资料 狼泉地址 嗯 据说他将成为我们这次招标的 有力竞争对手 招标会什么时候举行啊 下周三 辛苦了 辛苦了 还有什么事吗 我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之前我太任性了 让你担心了 以后 我不会再让西诺哥 因为我难过了 什么意思啊 我收回我之前说过的话 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我都不再会任性地成为你们的障碍 玉米 我是真心的 祝你和刘玲幸福 我想明白了 前段时间是我太任性了 以前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我需要你 你都会做我的保护神 像守护妹妹一样守护我 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在身边照顾我 是我太不知足 太不懂得珍惜了 你说什么呢 不过你们这么想 我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的理解 也谢谢你的长大 前些日子我也有错 过去的就都过去了 那我们今天算是正式和好了吧 咱们俩有不好过吗 在我心里 我就从来没怪过你 那我今年的生日 西诺哥还跟往常一样跟我过吗 你说呢 当然了 谢谢你 西诺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啊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许对我凶 不许不理我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演唱 大家要是不定的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我们就不会悲伤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过得好简单 若我有天不见了 或许你会比较快乐 虽然有万般舍不得 也不愿看你难割舍 若我有天不在了 请你原谅我的困扰 虽然你给我的不算少 只是我没服起药 就算是完美 怎么牵托都不对 不认看你那么辛苦 我所能为你做的 只有默默地祝你幸福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我们就不会悲伤 和你堂堂的手牵手 心里不会有亏 如果相见不会太晚 我们就不会遗憾 我们就不会遗憾 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快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快快快乐乐的不会纠缠 过得好简单 如果你有一丝丝的感动 那我应该算是成功了吧 如果你的不回答 只想考验我 那么不论经过多久 我都会逗你 如果你是因为太精致 没关系 我会给你勇气 李燕 时不过再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关 你这辈子 别想离开我了 真的很想告诉你 我有多么眷恋这个拥抱